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阿飞 云南的这个季节呢 那个野生的果子呢是非常多的 今天呢我们就去摘野生的羊梅啊 其实野生的羊梅呢也有好几种的 其中有一种呢个头稍微大一点 有一种呢只有豌豆大小 就是比豌豆大一点点 那今天呢我们就去摘这种豌豆大小的这个野生羊梅啊 因为这种野生羊梅呢要比另外一种野生羊梅呢好吃的很多 而且呢我们家附近就有啊 还有呢它熟的比较的早啊 就是我们其他的这些羊梅都没熟的话 它是我们家的地里的羊梅是没熟 它呢已经很早就熟了 现在呢我们带大家去看看 这几天呢我就专门带大家去摘摘这些 嗯云南的各种的这个野果啊 其实呢我们家附近这些野生羊梅呢非常的多啊 嗯过去这些山上都是啊 为什么家附近呢要就是说 接的果子呢要更多一点啊 是因为呢我们家里呢 果园里呢有寿粉树啊 就是专门给这些羊梅寿粉的那个寿粉的这个寿粉树啊 所以呢我们家附近这些羊梅就 野生羊梅都会比野外的要稍微接一点啊 现在呢找到一颗啊 刚才没注意看 这里有一颗比较红了 来看看 这就是野生羊梅啊 哎呀呀呀 哎呀呀 来 来 拿底下来看看 这野生羊梅呢 只有 这么大 很小 个子很小 那现在呢 是两个 这几个呢完全不够吃啊 都摘几个啊 我们就摘上这么一把 一把呢就 一口放在嘴里啊 很小这野生梅的话 比豌豆大一点点啊 等一下 一口吃 一口闷就行了 其他的肉很少 然后子很多啊 这个羊梅 但是甜呢 还是挺甜的 这样一棵树的话 估计可以可以摘很多公斤啊 附近很多这种树 现在我们多摘一点啊 摘一点自己吃不完 就可以拿去卖 像这些啊 越黑呢就越甜 越甜啊 黑不透的呢 它就没这么甜了 那棵是野生梅树啊 那棵也是 那棵也是啊 然后小米那棵也是 那棵也是啊 这棵呢 稍微 结果要多一点啊 然后呢 附近这些这些 只要我们留下来的这些 都是野生的梅树啊 那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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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临过去 它来的 别跑 大这些 那棵树 靓 那棵树 现在 啊 摘这个东西呢非常需要的明示就是耐心 这一棵呢并不是很多 然后摘下来其实就忍不住想要吃掉 看这已经熟透了 我感觉这东西呢大部分是不我这样一把一把吃掉的 这个摘的很傻我自己摘的很傻 这样的话就是一口 我把这个摘的把摘的摘的摘 我看你了 这种个子比较小啊 到处都是这个呢也是羊梅啊 看 它有结的果子啊 它这个羊梅呢就和刚才我们摘的这个呢不一样啊 这羊梅呢可能大家之前的视频呢也看过啊 这羊梅的个子比那个大很多啊 但是这个羊梅缺点就是非常的酸啊 那个你就好吃多了 这些都是小羊梅树啊 看很矮大概就几十公分 然后它就开始斩羊梅了 然后一滴都是 像这些也是啊 绿色绿色的 还有这个也是羊梅树啊 那些是羊梅树啊 它就开始斩羊梅了 那些是羊梅的 那些是羊梅的 这些是羊梅的 这些是羊梅的 这里面是羊梅的 还有这里面是羊梅树 这样是羊梅的 我这里面不是羊梅的 我去这边一边不是羊梅的 这点那个人哪 再这么多